我們就先把它這個高頻水柱沖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 剛才實際把那個沖牙機放到嘴巴裡 然後這樣沖牙齒之後就可以給你燃到那個水柱 上手之後呢 就這樣繞著你的那個齒縫的邊緣去移動 沖下去你就可以感覺到有那個強力水柱 真的流過你那些溝槽或縫隙的地方 有一種很乾淨的感覺 今天影片的最後一樣有抽獎時間 請大家開啟CC字幕 並且看到最後哦 安 嘖嘖開箱 今天要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牙齒清潔的照顧 長大之後有沒有發現 看一次牙醫超爆貴又超爆可怕 但是牙齒真的是有點難照顧啦 光是單單的刷牙 用牙刷刷牙其實是不夠的 如果你只好用牙刷刷牙 然後去看牙醫 牙醫會罵你 你知道嗎 如果只用牙刷刷牙的話 其實還會有非常多的口腔裡面的死角是清潔不到的 尤其是譬如說舊齒後面的縫隙 或是有一些人牙縫比較大 或是你有在帶矯正器的話 都知道牙刷真的是非常不夠力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給大家一個 除了牙線以外的牙齒護理的選擇 來自我們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牙齒護理專家品牌高露傑 那他們推出了全新的Blast攜帶式充牙肌 要讓你就是出門在外 你可以照顧好牙齒的整潔 那我們今天就一邊開箱 然後一邊跟大家介紹啦 前面這一盒就是高露傑星推出的 Blast攜帶式充牙肌 盒子上面就直接點出了這台Blast 它最主打的三個特色 第一個是非常輕巧好攜帶 它的重量只有240克就是非常輕巧 然後體積也不大 大家可以看到就在這個盒子裡面而已 所以你隨身小包包也可以攜帶 然後第二個 它的水箱是非常容易清潔的 所以也不用擔心裡面會有藏汙納垢的問題 那第三個特色是它對牙齒非常的溫和 不會傷害牙齒 然後也不像如果你不當使用牙線 裡面會有擴大牙縫的可能 應該是使用說明書 然後還有一個中文的使用說明書 打開來 這一台就是Blast攜帶式充牙肌本人 可以看到非常的小巧 就是我一個手掌這麼大而已 它這個是非常清新的 有點像薄荷綠的顏色 搭配銀色的金屬點綴 然後還可以看到銀色的高露傑的logo 打開來其他配件的話 裡面附了兩個噴嘴 那這個已經被我們拆開裝起來了 所以這個是空的 然後這個是攜帶 可以讓你隨身攜帶的收納帶 高露傑的金屬點配色 看到這個我是連回憶都來了 然後還有一條電源線 它的續航力也非常的強 你充飽一次電大概可以使用50天 都不用再充電喔 上面這邊呢 這個是可以收納噴嘴的地方 你要使用的時候是把噴嘴接在這裡 然後你不用你想要做攜帶 放在包包裡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收在這裡 像這樣 轉開來之後呢 噴嘴 然後貼上來就可以使用了 側面這邊是電源接孔 拉下來之後是它的伸縮水箱 從這邊 把水箱蓋打開之後 在這邊加水 旁邊這邊有電源鍵 以及模式選擇的按鈕 那它總共有三個模式 一個是一般模式 然後還有輕柔模式 以及按摩模式 總共有三個模式可以使用 我們來加水到這個 沖牙機裡面給大家看 高度景也借我們一個吃膜 我覺得我現在很像什麼牙醫 兒童衛教頻道 可能有些人還沒有使用過沖牙機 我其實也是因為這次拍攝 然後第一次使用 所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沖牙機要使用的地方 那就是可以再接近 就是牙齒跟牙齦中間的這個邊緣 或是牙縫間 你就沿著它這樣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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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衝過去 那或是在後方啊 舊齒後面 可能有一些凹槽或溝槽這邊 會牙刷比較難清潔到的地方 那或是如果你是有戴牙套的人 那牙套就是你可能牙縫會變得 暫時變得比一般人大 那這些地方都可以利用沖牙機來做清潔 我想大家應該就是也蠻好奇 沖牙機的水柱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這個高頻水柱 沖出來讓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它可以就是做到 跟牙刷不同清潔效果的牙齒護理 按下電源鈕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強力水柱嗎 好 但大家不用擔心 它這個水柱的強度也是經過設計的 是不會傷害到牙齦的 使用的時候是直接放到你的嘴巴裡面 然後你要嘴巴比起來 在使用之前再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噴嘴是天鵝井的設計 所以更好的去進入你口腔裡的細縫啊 或是一些平常不好清理到的地方 而且它是可以360度旋轉的 就是看你自己怎麼樣順手 然後你自己要衝哪個角度 就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然後沖牙齒 剛才實際把那個沖牙肌放到嘴巴裡 然後這樣沖牙齒之後就可以給人家那個水柱 剛剛用看的人覺得好像很強力 但其實放進去之後不會痛的感覺 可能大家一開始用的時候要練習一下 我第一次用的時候也是抓不準那個 跟牙齒之間的距離 沖牙肌是一件需要練習的事情 但是你上手之後呢 就這樣繞著你的那個齒縫的邊緣去移動啊 然後還可以移到很後面舊齒的縫隙 然後沖下去你就可以感覺到 有那個強力水柱真的流過你那些 溝槽或縫隙的地方 有一種很乾淨的感覺 然後如果你覺得這樣還是不夠乾淨的話呢 你還可以搭配漱口水來做使用 那我們可以一次在這個水箱裡面加入15ml的漱口水 來直接就是用漱口水沖牙做牙齒護理 它的這個設計是很方便進入到後面舊齒那邊去做清潔 像我剛剛整個就是把它特地移到舊齒那邊去 也不會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 我覺得用起來很方便 然後也很好上手 就是你在一般用沖牙肌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在洗手台前面用 所以你有可能不小心手滑掉到水裡面也沒關係 因為它整台有IPX7的防水等級 所以不小心掉下去也不會造成任何的損壞 然後現在在超早鳥和早鳥期間下單高露節沖牙肌的話 會贈送高露節的出口水喔 好那如果你出門在外 然後用完之後呢 你就稍微把它擦乾就可以把它拆下來 然後裝在這個收納盒裡面 就可以放進包包裡帶走啦 不會造成任何的損壞 那以上就是我們開箱高露節BLAST 攜帶式沖牙肌的過程啦 如果你需要長時間出門在外 或是你是正在帶矯正器的人 我覺得這個都非常實用 或是你跟我一樣不太會使用牙線 雖然就是牙線用前面門牙這邊都還蠻好用的 可是有時候後面舊齒的地方就是很後面啊 又不好濕地 其實這邊我是不太會用牙線 然後我相信很多人也跟我一樣有點牙線苦手 像這樣子的人都很適合考慮看看沖牙肌 如果你也正在找一個牙齒護理的新方法 最近有被牙醫念的話 歡迎到底下的集資頁面看更多的細節 我們今天一樣抽獎時間 我們要抽出全校薄荷樹口水三瓶一組 然後總共抽五味喔 所以大家趕快先訂閱我們嘖嘖開箱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你一年看幾次牙醫 最後記得一定要hashtag折折開箱喔 我們下次可能就會換新的開箱子了吧 大家拭目以待 掰掰